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延烧 巴西跟印度成为了全球确诊数第二跟第三多的国家 巴西确诊数宣告标破了2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了76000人 但是巴西政府的防疫态度散慢 总统波索纳洛毫不在乎 结果自己也染疫 民众也轻忽防疫措施 恐怕疫情很难控制 而印度6月份解封之后 人口大幅流动 加速了病毒传播 也宣告标破了100万例 那么医疗系统瀕临崩溃 许多的省份也再次封城 不过专家担心 印度筛减量严重不足 恐怕会再度出现疫情高峰 巴西疫情煞不住 确诊数不到一个月翻倍 宣告标破200万大关 死亡人数超过76000人 光是16号单日新增确诊数 就超过4万5000例 死亡人数增加1322例 疫情严峻 但巴西最有名的确诊者 总统波索纳洛 依然轻忽防疫 一心只想复工拼经济 4月遭解雇的巴西前卫生部长 曼德塔警告 如果政府不带头防疫 人民只会对确诊数跟死亡数 越来越无感 疫情恐持续升温 传染病专家估计 巴西疫情尚未到达顶峰 而且筛减数量不足 实际染疫人数可能是通报数字的五倍 甚至高达十倍 至于印度的确诊病例 也突破百万大关 登上第三大疫情大国 印度6月解封后 确诊数直线飙升 仅仅两天 确诊数就从90万增加到100万例 但日新增确诊数屡创新高 原本重灾区 只在孟买 新德里等大城 但解封后人口大幅流动 病毒侵入医疗资源不足的偏远地区 眼看疫情持续升温 印度许多省份再次封城 不过印度专家呼吁 因加强病毒筛减量 并密切分析及时数据 否则再次解封后 疫情也无法受控 只会持续恶化 林一齐编译